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已经是来到了爆发战争的废点了 那尽管西方多个国家试图要介入要解除两国的危机 但是俄罗斯方面不但没有撤军的迹象 而且还不断的增加兵力 根据美国国防部指出 俄罗斯前天开始就在乌克兰的边境不断增加军队 估计目前是已经部署了超过10万大军 同时还调派了3万名的兵力前往白俄罗斯 进行10天的联合军演 那眼看俄罗斯似乎没有要妥协的意思 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也已经在乌克兰的邻国波兰部署军队准备开战 那根据波兰的国防部长指出 美国军队的F-15战机也已经在星期四降落在波兰的空军基地 除了美国 英国方面首相约翰逊也下令了调派1000名的军人随时候命 那其实在各国部署军队的时刻 俄罗斯和乌克兰依旧还是在进行谈判当中 根据消息 两国代表与法国和德国的官员 昨天在柏林进行了超过9个小时的会谈 但是会议最终还是没有办法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 俄罗斯方面立场依旧坚定拒绝乌克兰提出的任何协议 还警告乌克兰最好小心谨慎 不要触及战火危害到自己的人民 那俄罗斯的立场现在是战很硬 面对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施压 似乎也已经做好不惜一战的决定了 而美国总统拜登昨天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访问时 甚至叫目前身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马上离开 拜登说对付俄罗斯并不是在与恐怖组织打交道 他们是世界上最强大军队之一 目前美国正处在一个以往前所未见的情况 他还警告一旦美国和俄罗斯真的打起来 那将会是一场世界大战 美国与俄罗斯要是真的打起来 将会是一场世界大战 美国总统拜登接受电视访问时表示 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造成的局势是前所未见的 因此他呼吁在乌克兰的美国人赶紧离开那里 因为事情很可能很快就会失控 美国国家人应该离开 应该离开现在 我们在世界上一场最大军队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况 事情可以快速回来 与此同时美国两架运载将近130吨美国武器的飞机 昨天已经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透露 这次运抵的补给包括了反坦克导弹系统 手榴弹和其他防御性炸药 另一边乡 英国首相约翰逊昨天也飞往波兰 巡视驻守在当地的英国军队 约翰逊表示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未就乌克兰问题作出决定 但并不表示灾难级的情况不会在短期内发生 他形容欧洲目前正处于一个很久很久都已经没有出现过的危险时刻 感谢观看